OK,H1的朋友你們好,我是郭煌 我是劍兵 不管今天誰哪一個台拿獎,我們都替他開心 但是我們能夠三連冠的話 在這麼多年來,我們一劍黃蟲,我們四個DJ 從來都沒有放鬆 沒有說我們二連冠了 然後我們沒有對手的 我們還是很努力 但是我們的努力並不是為了這個獎 而是為了讓觀眾有更好的聽覺 更享受早館 我想連拿三連了,那不是奇蹟 它是實力 我們也八例、九例,我們十例 會只有十例,對 OK,其實每年我們遇見黃蟲 都有嘗試不同的改變 就是改變讓節目更精彩 讓節目有不同的 但是唯一我們四個人的風格 我們都盡量不要去變 節目內容我們會去變 但我們四個人講話的風格 習慣我們都盡量保留 所以我們當然拿了獎之後 我們會檢討一下 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變 有進步的空間 要更好玩的空間 如果有一些新的元素 我們也可以加進來 其實你老實說啦 這個冰哥在972已經有24年 24年我也有8年了 然後重慶跟碧玉是更久 那我覺得這麼多年來 他們是我在電台的前輩 然後看到他們的這個 努力堅持一直到現在 當然我們也希望 藉這個機會給年輕台 或者是年輕的朋友 知道說 你不停地吸取經驗 然後堅持 你要三連貫五連貫 不是不可能的 是有可能 但是努力跟堅持是首要的條件 明年 see how 我們 不管怎麼樣啦 我們在今年 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 我們繼續努力 我們不會放棄的 對 我們希望有春夏秋冬的四季 那現在呢 現在是大三元 明年四個就是春夏秋冬 Four season 我也是因為從看到她的TikTok 我才知道她的女兒 到底醫院去 那我也問她 她也跟我講什麼情況 當然我們是朋友 她也是我公司藝人 我們是全力支持的 任何方面 精神 工作 時間 甚至是有需要到金錢 我們都可以支持 我女兒的事情我走過 生了一個爸爸 我知道她的那種痛 作為父親的一種痛 冰哥在這個時候 是有我當時的一種感受 我覺得樂觀跟正能量 它是會帶給小孩子 會影響小孩子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只要冰哥帶著一種正能量 那我覺得他的小孩一定會很快地出院 對 因為他這一陣子又進去住了十多天 所以醫藥開支是相當龐大的 所以我要跟Kin Kong先預支 20萬醫藥費 沒問題 馬幣嗎 可以 馬幣嗎 對 馬幣 馬幣沒問題 因為真的 我們借錢給朋友 就是看他用在對的地方 那絕對是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一定要爭取 一定要幫他 這沒問題 很多人給我秘方 我非常感謝 對 真的 四面八方來 很多秘方 一樣啊 我女兒很多說 你要這樣 你要這樣 你要給他吃這個 你要針灸 你要什麼 但是竟然他已經入院了 然後醫生已經看著他 我們就照著醫生的意識者 來看 我看見 你也能給他 很多人 我可以照顧 你一個人 我可以照顧 你應該照顧 你一會不會 感谢观看